指令人连退 yo 大家好 我是支隊長 今天呢 入手一組小烏龜的改裝套件 這組套件呢 它可以讓你的小烏龜 在出現的時候 可以發出哒哒哒的聲音 一般來講呢 只有仿車式的捲關器 它才會讓你感受到 出現那個屍喉的聲音 出現出現 但這組套件它也可以讓小烏龜的玩家感受到出現聲的快感 因為這不是工商 所以我就不特別介紹這是哪一家所出的改裝套件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淘寶搜尋卸力報警器 大概台幣6700塊就可以入手到這組套件了 然後呢 試用這組套件的捲線器型號 我會放在下方的說明欄 好啦那就開始改裝吧 首先先把腰柄給拆下 然後把心盤也給拆下來 好這些零件呢依序把它給拆下來 再來把側蓋給拆下來 那接下來就把裡面的煞車的總層給拆開 原本的煞車的零件齁 拆開來之後 我們先把竹齒給拆下來 那麼接下來要把這個套件裝在你的竹齒盤上面 所以我們要先把主齒盤上面的油垢先大概稍微清除一下 那裝去自油或是打火機油稍微把上面的油垢給去掉 那注意只要清齒盤中間的油垢就好了 齒盤中間的油垢去除掉 那我們現在可以把套件給裝上去喔 好這套件裡面有改裝的齒片 煞車片 響片 這是壓板 接著把改裝的齒片 跟竹齒盤結合 大概這樣子 那用AB膠或是瞬間膠把固定住就可以了 稍微點一點的上去就好了 拆好之後就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就先把竹齒盤給裝回去吧 那接著呢我們照著順序 先裝上煞車片 然後響片 再來把壓板給壓上去 這樣就完成了 那在裝回側蓋之前呢 它可以在竹齒旁邊的 潤滑油給補一下 因為剛剛已經有把它稍微清除過了 不要讓煞車 零件碰到 潤滑油 拆件裝上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剛剛的 側蓋 然後依序把零件裝回去 然後新盤給裝上去 再來就是腰柄給它裝上去了 OK那我們這樣就改裝完成了 是不是蠻簡單的呢 那我們現在就來測試一下 它的 出現聲的效果吧 我們煞車不要調最緊 我們先從最緊 放鬆一點點 有沒有聽到出現聲 OK 這樣子以後搏大魚的時候就更有樂趣 更有刺激感 那改裝就是這麼簡單 買對套件 一下就可以改裝完成了 好啦 那今天的改裝教學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下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接受到我們 第一手的影片通知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